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布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讲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细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博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前面咱们介绍了迈没开始的应用 对不对 那都是理论上的 但是学之前是大家必须了解的 这节课咱们就到实战操作部分了 既然它是一个服务器端的软件 我们就得像学买Secret一样 先安卓 再启动 再客户的连接 再操作 是不是这样的过程 那我们先看一下迈没开始的安卓 对不对 当然了 根据大家的机器不同 操作系统不同 那有不同的安装方式 比如说 机器呢 现在有64位的 有32位的 对不对 现在一些新的机器都是64位的 那有64位的的话 你得下64位的这个软件支持的这个软件 对吧 对 如果是32位的话 下32位的 我机器是32位的 所以我下的是32位的 大家如果你机器是64位的话 你需要下一个64位的 对吧 然后呢 操作系统还有windows linux 对不对 那最常见的操作 当然肯定是在linux下边的 对 但是呢 咱们这个教学是在windows下边的 那如果你想在立下安装 看这话 立下边安装manic cache软件 对不对 这里边有详细的安装过程 对吧 在咱们的其他的视频里边呢 也会有这个安装的演示 对吧 你怎么下载软件 怎么去安装 对不对 下边有一部一个过程 一部的过程 你可以操作就可以了 这是安装启动 也够五个步骤 对不对 那咱们最主要是什么 是windows的下转安装 对不对 首先的安装 我得下载最新的mime 开始软件 对不对 然后呢 我机器是32位的 所以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 这软件就是我 下下来了 解压到 这个我点下下 在这呢 对不对 看这里边 有x64的 有x86的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用的是x86的 这个就是mime开始软件 是不很小啊 你看鼠标一放上去 你看一下 大小 才210k 对不对 这版本算是高的 对不对 如果小的版本呢 才几十k 是很小的软件啊 跟mime cycle 编译完的软件 几十兆或者说相比的话 是不是差距很大啊 对 所以国理内存的mime开始很小 所以好多人都说 好多人一听到说 学mime开始是解决大网站 打病发用的 对不对 好多人就排斥了 对面这些东西很难 其实它比学mime cycle容易的多 包括大家好奇学像 release mogo db 对不对 都会觉得啊这个东西都是 存储量非常大的 对不对 其实操作起来 怎么的 都比像sircle那种数据库的要容易 只是你没用 一接触就知道了 非常的容易 那这就是软件 当然在另一下边安装 咱们刚才略过了 对不对 你是原本包一点点编译的 那在window下呢 我们直接找个可知应的文件就可以了 我们把这个软件 很周期一下 拷贝到我们电脑里边 比如说我现在环境在D盘下 在C盘下边了 问部下边 对不对 问部下边B下边 已经有Apaq My Secure PeerP了 对不对 那我这也不见部了 我直接把它 粘贴到这 可不可以啊 麦没开着点EXE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就 因为环境本身是不带的 环境本身只用Apaq My Secure PeerP 对不对 My Secure是我文件里存的 对吧 麦没开着我内存里存的 放在这 那怎么安装呢 很简单 很简单 现在 我只要打开我的命令行 CMD命令行 看一下 进入到我这个软件 因为它是个可知应命令 对不对 对 进入到CD 比如说 然后文法下边的 B下边的 进入到这个部署了 第二看一下 里边是有麦没开着点EXE 对吧 直接执行MEMCCHE 这个 用个-D的参数 如果大家会拼那个词的话 那这命令行的操作 大家一定很熟悉 对不对 如果不会拼那个词的话 那有点遗憾 对不对 那你就尽量看一下 命令怎么使用 麦没开着D 然后写个install 一回车 就没有任何错误提示 证明我就安装成功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安装成功之后 怎么能看到 在我的电脑管理里边 看到了吗 我把它装到 系统服务里边去了 对吧 Dlinis就更容易看了 看服务和应用 点开 里边是不是有服务 嗯 在这个服务里边 就会有什么 就会有麦没开着服务 看到这个了吗 只是完美启动呢 一点这个可以启动 对不对 啊 那我看一下我卸载它怎么办呢 跟刚才命令差不多 只是签字加个 un也一次到 这样我就可以卸载了 对不对 那卸载了之后 我们得看一下这块 当然我们这块 需要刷信一下 给我关掉啊 在我的电脑管理里边 无核应用 服务 看这里边找一下 M开头的 有麦没开始吗 是没有啊 对不对 说明是不是系统的系统了 嗯 那如果再重新安装 杠第一次到 就可以了 那我们这里边再找一下 服务 麦没开始服务 是不是又有了 点这个是可以启动的 或者我还用命的 还是用这个D的参数 MEMCHE-D-START 我就可以启动了 启动之后我们再来看这个服务 再点一下 你看 哪个位置 麦没开始 这个你看 嗯 是不是这块有个停止和重新 证明我已经启动了 对不对 当然我重启停止都可以点这个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告诉大家 就这么一个简单 很快就安装上了 是非常容易啊 对 装上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 已经安装上了 对不对 那现在安装上了 我已经启动了 启动起来之后 在我的这个里边 我们有个任务管理器 看到吗 任务管理器里边 我们看一下 这是不是就麦里开始进程已经开启了 嗯 那如果进程开启了 我们再用这个命令 S T 嗯 NITE STT 然后呢 嗯 我们看一下 端口开不开启 找一下 有没有11211 看到这儿了吗 是不是开启了 112端口对不对 正用服务器 已经开起来了 对吧 那开起来了 这就安装成功了 这软件对不对 那按照我们前边的一个操作方式 是不是得有客户端呢 嗯 那这软件本身只是个服务器 对不对 现在客户端 比如妹子 你这机器里边 现在能连上网的话 你也可以开一个命令 对不对 嗯 那怎么个远程连接法 我服务器的IP 就是我机器的IP地址 对不对 嗯 那我看一下我机器的IP地址是多少呢 IP IP 是 1.190 192.168.1.190 对不对 那你可以通过这IP 通过这端口就连接了 那那是像MySQL一样 说这个软件给我自带了一个客户端吗 或者下载一个其他客户端吗 MySQL选择太小了都不用 嗯 一般呢我们做造型的程序的时候呢 都用TireNet 变成连接 TireNet可以连接各种程序 比如说如果连接 192.168.1.190 这样机器 当然我是本集了 我可以直接写IP地址 对不对 如果指定80端口 一回车 你看 访问的是不是就是我的网站 嗯 因为这些服务器 只要IP有端口的 都会用TireNet的连 对吧 如果我这边写3306 对吧 那我是不是连接MySQL 当然我没写MySQL用密码 对不对 所以我用TireNet 如果连接11211 就这么开了 一回车 怎么呢 嗯 我现在就 连接到了 连接到了 连接上 对不对 那连接开这块 默认是没有用名密码的 对不对 那没有用密码 我这块就直接可以 记着我现在开的是 这个客户端 是不是就可以写命令 管理这个了 对不对 那现在已经连接上了 那怎么写什么命令呢 比如说我写个STS 大家有可能没看到 刚才那个命令 刚才敲进去 对不对 STS 我再敲一下 这个这些啊 嗯 那这些就可以看一下它的状态 那大家说的这些状态我也看不懂啊 对吧 那我给大家看一下 在课件里边给大家整理了 啊 那些内容对不对 我把它写到这个 那种这块 你看 这这块 大家可以看一下中文能看懂吧 对不对 什么进程ID啊 服务器运行的秒数啊 服务器当前的时间呢 对不对 版本啊 对不对 然后呢 得到值的命中率啊 得到值的次数啊 删除的次数啊 对不对 还有添加的次数啊 读取字解数啊 写入的字解数啊 对不对 现成数啊 还有现在内存 他不是说你有多大空间 他就又多大 对不对 那目前内存允许我们有多大 默认一般又64兆 就怎么 那这些值我能够改呢 多么什么能够改呢 我都可以的 对吧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状态 我们现在看一下 你看我们最大解数 67108864 这样的话 你除以两个1024 你看一下 是不是64 因为他默认是64兆 对不对 因为我是刚启动起来 这里边像运行时间呢 或者什么的话 是不是 其中时间是不是都很小啊 当年时间版本是这个 对吧 所以这些大家不用说 了解那么多 说把这些都背下来 对不对 你要么现用现场 要么把常用的几个记住 是不是就行了 比如说命中率啊之类的 对不对 还有他的空间大小 这些是不是都可以啊 然后怎么退出呢 Quit就可以退出了 他不受什么限制 你直接连接我的 或者我连接我本机的都可以 现在知道卖卖开始 客户端 错了 客户端连接服务器怎么连接了 对不对 那连接上去之后 我们刚才看了状态 对不对 那怎么什么改端口啊 怎么改变村主大小 这些又怎么做呢 看一下 我们再回到客户 看一下我们在温度下安装 刚才是温度安装 杠定因死到是安装 杠定 用因死到现在 这个是启动 这个杠 停止 对不对 然后杠 H 获取所有的帮助信息 就是能出什么命令 所以呢 我们用 再回到这个 命令 刚才命令 多掉了 CD 问 下面的 B 下面对吧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MPF 用-H 看一下 这是我们能用到的 这些命令 看到了吗 嗯 也就是我们在启动之前 都可以使用这些命令 去做什么东西 但是英文的 大家有可能看不习惯 对不对 所以呢 我这会儿也给大家翻译了一下 看一下 这些 外面开始查问参数 -P呢 可以设置端口号 嗯 然后-大U呢 可以是UDB监听的端口 对不对 然后-L绑定一些地址 也就是绑定地址之后 假如我IP 有多个IP 我在服务器上 对不对 绑定哪IP你可以连 这都可以做 对不对 这可以设置一些安全的问题 然后-D的参数 就是跟进程有关的 比如说启动 停止 卸载安装 对不对 这些参数 刚才咱们都已经用过了 这也很简单 还有一些更详细的参数 就是这些常用的-U可以指定 用哪个用户名 对不对 比如在另一下 你可以指定用root连接 或者是用单独的 麦没开始账号去连接 对不对 -M是允许最大的内存的使用量 默认是不是就是4兆 对吧 然后-P指定文件 什么-M小存错误 什么-C最大的连接数 设置是多少 比如说设置了50个 对吧 那么最大连接数 就只能有50个连接 对吧 默认是1024 然后小增长的因子 刚才是最小的分配 之类的 对不对-H 或者你帮助信息 对吧 这是常用的一参数 那我们经常用的组合 是什么呢 这话我已经写了 你看一下 这是在另一下用的明亮 麦没开始D -D 刚才能说了 对吧 启动或者什么的 是不是都用钢D 然后-M是不是指定256兆内存 -P我设计端口多少 对 121对不对 -M -U是用3W用户登录 网站用户 然后-L可以设计什么 是不是绑定这个IP地址 所以这几个命令 一组合应用就可以了 对不对 那这里边 如果你在window下用的话 有的Mapcar软件是不好用的 对不对 比如说 我这块-D Stop 停止一下 是不是停止就服气了 然后我在这块 前面 我可以加上 比如说-M指定256兆 默认对不对 那-L连接的IP地址 比如说是192 那个我们这吧 给一个端口吧 我们这个-P把端口盖掉 -P 比如说11221 行不行 自己指定端口的时候 一定要指定在端口号就是0到6535 对 但是1024之内的整数的一个端口 有可能被别的服气占用 所以咱们自己指定端口的时候 尽量指定什么 1024到6535之间的一个端口 我只能这个 对吧 而且还没有被别人占用的端口 对不对 然后后边来一个 st 对吧 现在咱们这样命令 既改变了端口 又指定了内存解除 对不对 但是有的客户端这些命令 是不好使的 就知道吧 在另一下都是好使的 对吧 我只是简单演示一下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用nets stt 然后刚才我们看一下端口 刚才指定的是 你看刚才11211 开着的 1121 你看都是1121 对不对 证明我这个是不是 这里边指定的就没有成效 对不对 我刚才只能是11221 对不对 它里边是不是还是121 对不对 我们试线连接一下 有可能是这个状态 显示包时 对不对 我们就tel net 连接什么192 本机 和host的是一样 对不对 11211 看能脸上 stts 这还是这个 我们QGIT推出 你看 我要指定1121 对吧 你看 是不是就连接是吧 证明我刚才指定的是包时的 对不对 对 那我们再看一下端口 没指定包时 1211 我们在stts 看一下我们自己大脚指定是哪个好时 所以大家不要计较在window下的命令包时的问题 对吧 再逆一下都是好使的 我只是大家演示一下命令怎么用而已 好 由于时间关系 那咱们这节课安装就接到这里 对于window上安装还是比较容易的 Linux也不是那么复杂的 大家如果照着客家的步骤 该下的软件 该一个命令令安装都是可以的 它就是一个比较小的软件 对 咱看到了才200多K 对不对 好 谢谢大家 这节课 妈咪开始的安装和连接咱们就要认了 好 再见 拜拜 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语言时 总结能力非常差 胡乱学习 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没有掌握 对行业的发展毫无了解 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迷茫 为此 风格推出每天60秒语音 为你答疑解惑 加入风格微信公众账号 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脸 出来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